师父看看我的经文准备两年的 然后还有没有必要 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我是六七年的羊 六七年的羊 你这孩子年轻的时候很出类拔萃的 各方面都很好的 后来到了中年的时候就转那个衰运 运气不好 听得懂吗 学校里的时候很好的 喂不要难过来 听得懂吗 过去就叫过去了 没有一个人从头好到底的 没有一个人从头坏到底的 都是有好有坏的 明白了吗 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坏事啊 过了就过了啊 对不对啊 跟你享受过就享受过了 有的时候 只能随缘了呀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感情运也是的呀 这个人也是感情运很麻烦的 我跟你讲话听到了不啦 不要再想啦 听到了 这么执着干嘛啦 好吧 不执着了 放下好多 放下吧 放下吧 没有意思的 想不通吧 伤害自己 讲吧 这不我现在的业障才有多少 几几年呢 六四年的羊 还是很多啊 你有四十二啊 哦 哇 哇 那么高 啊 我是什么方面的力量这么重 感情啊 嗯 听不懂啊 我 还有上辈子 上辈子嘛 不懂不思呀 本来是个男的呀 不懂不思 而且嘛 在感情上面乱玩 不好的呀 所以你这辈子会 被人家骗好几次 骗财骗色 年轻的时候 开始 我讲话 你听懂不了 听懂师傅 听懂不改了 师傅 嗯 改改改 师傅 我 我是从一二年就开始就的 我想跟师傅说 我现在面前 是不是脑子干净 心理干净 身体干净 师傅看得到 我给你看看 你几几年的羊啊 六七年的羊 哦 你过去嘛 就是 感情上老出毛病 现在脑子是干净了 好很多 百分之六十干净 还有百分之四十不干净 听懂了吗 身体嘛 腰不好 泌尿系统不好 还有嘛 就是颈椎 还有嘛 就是脑子嘛 太会算计 算得太精了呀 好了 师傅 我现在觉得 听师傅的 然后就想 养着别人多一点 一直以来觉得自己 自己 自己 付出的挺多的 少想自己付出 这个世界没有 无缘无故的爱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 不是来要债 就是来还债的 跟父母亲 跟孩子一样 都是来要债还债的 所以有的时候 不要想你付出多 他付出多 都付出很多 就是在还债 听得懂吗 不是你还他 就是他还你 你整天的忧郁 有什么办法了 我告诉你 任何一件事情 都会伤对方的 没有一件事情 说只是伤一个人 不伤对方的 听得懂吗 喂 师傅 我还要念 多少小房子 你不要 不要再沉浸在里边了 再沉浸 我挂电话了 哦哦哦 知道师傅 不是我 你不是 现在我不是 给你再做心理辅导啊 我现在是 教你怎么样 赶快解脱啊 听得懂吗 有什么好想的了 有什么办法了 你说你世界上 哪件事情 哪件事情 哪件事情不是 双方都受伤的了 你想想看好了 像你这种人 本来就是来还债的 怎么办了 你看看 瘦吗瘦的呢 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你看看 你现在这个年龄 你看你瘦的厉害吧 嗯 吃东西不长肉的 脑子脑子 你们不管用 记性记性 很差 一件事情 想半天 好好改变吧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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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